是晚上九点多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消毒的这辆货车上面 装载着首批一千盒辉瑞治疗新冠的药物 中国疫情严峻 吉林省官方紧急采购的一万盒辉瑞口服药 在二十号晚间抵达 并向各地发送 这是中国首度大规模使用外国进口的新冠口服药 这个Paxilovid是第一个口服治疗的药物 那么从我们整个防控预防以及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 也是填补了我们在这方面药物的一个口服药物的空白 辉瑞口服药自从申请后就迅速审核过关 甚至神速分发 难道是中国疫情太严重 需要赶快进口外国的口服药吗 不过同样由辉瑞开发 且是上海复兴药厂投资的辉瑞BNT疫苗 也就是中国的复弊钛疫苗 至今却尚未获得中国官方批准 最新的辉瑞疫苗临床实验完成时间 甚至还从2021年12月变更为2022年4月30号 看来中国为了保护国产疫苗 辉瑞BNT疫苗可能很难获得审批 而中国从三月以来短短三周 中国本土确诊病例就已经超过四万一千例 波及二十八个省区市 因为多地封城上还传出 有股票交易人被迫只能睡在公司 许多民众都被这种清零封城的抗疫模式 搞到疲惫不堪 中国严格追求清零的政策 不仅让官员紧张 也让民众的心境从对病症的恐惧 转变成对防疫政策的不满 既新闻张成员陈思寅报道